嘿 以前不带家乐出门 是一位这家伙的修行资质实在太长 带出去就是给我丢了 可现在既然他的修行资质 已经被证实是极为天才的 那我为什么不把他带出去 给我长长领 顺便也让我师弟给林师兄看看 看看他身上的伤势 有权的可能 师弟 我准备去林九师兄那里走一趟 你与我一起吧 正好也看看你身上的伤势 他有没有办法 行 那师伯便有劳你带路了 好 那行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先在这附近休息一阵 毕竟一夜未睡了 等休息好后我们就出发 大师 我师父要去我林师伯那里做客 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啊 哈哈 既然加了小佑你成心向腰 那老难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吧 走 轻轻啊 咱们去跟四目道长他们 一起到林道长那里去做客吧 老和尚 你还真是会顺着肝子往上爬 四目道兄 我就当是你在夸我了 这回 一路上还要指望道兄你多照顾啊 阿东 你想去你林师伯那里 师父 我的确是想去师伯那里走一趟 一呢是想看看师父你身上的伤势 师伯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至于二嘛 弟子也很是好奇林师伯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看无论是师父你还是四目师伯似乎都对林师伯极为的推崇 林师兄啊 若不是因为某些意外的话 他早就是我毛山泰的掌门人了 他的风姿的确足以让你们这些小辈心神往之了 好了 为师的身子已经恢复了些气力了 为师怎么想也没想到 待你们四师兄弟出来一次 最后居然只剩下我们师徒两人 这次的事情是为师无能才会累得你的三个师弟身亡 你呀 心中就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师父 无需如此说 弟子没那么脆弱 三位师弟此次遭劫 许是命中结束在此 弟子既然已经为他们报了仇 自然是不会再有心结 弟子如今最放心不下的 反倒是师父你 如今师父你肉身受损 此生的道境只怕是无望再提升了 若是此次能在林师伯那里寻到 能够让师父你肉身恢复的办法 弟子就算是拼去一条 性命不要 也要为师父你求来 不说什么 为师的事情 为师自有分寸 又何须你去拼命 行了 此事以后无需再多提了 先歇息一会吧 昨夜大家一夜都未睡 先休息一会 别等赶路的时候 再较累 那可就迟了 鉴于宿主现在所处的环境 神级选择系统被触发 请宿主在下列集中选择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择一 改变主意 与自己的师父一起带着身边的小贝勒 前往京师 向某位大人物负命 奖励 铁布山秘籍一步 千年老餐一根 选择二 继续跟随在四目师伯的身边 前往任家镇 奖励 空间借着一颗 太阿神剑 怎么了 要上路了吗 师弟 你睡迷惑了吧 从昨夜开始 大家都没吃东西呢 师父让我将你们喊起来 吃过东西就准备上路了 昨夜发生的事情太多 闹得我心神消耗的有些剧烈 睡得有些沉了 让师兄你见笑了 嘿嘿 师弟没事 刚刚我也是和你一样 睡得死沉 是我师父一脚把我踹醒的 大家休息一下吧 李东师兄 喝水吗 我不可 庆庆师妹 你还是自己喝吧 哦 庆庆师妹 可是有什么事情想说 嗯 李东师兄 听说你跟你师父这些年都在外行走 斩妖除魔 可曾遇到过像是昨夜那般的危险 哈哈 师妹 现在的世道虽然不是很太平 可毕竟这个世界还是活人的天下 哪有那么多的凶灵恶师 大多都是些不成气候的东西 我师父随手就能斩杀 如昨夜一般的危险 我跟随师父这些年 也就遇到过这一次 若是多遇到几次的话 只怕师妹你现在就没机会 再跟师兄聊天了 哈哈 李东师兄说得在里 是我想差了 我还以为师兄 你跟在千鹤道长的身边 会正常碰到这些危险 所以才能拥有这一身的手段呢 庆庆师妹 虽然我等遇到危险的机会不多 可只要是我等修炼之人 遇上意外那是家常便饭 我等毕竟与普通人不同 我们这些人身间斩妖除魔的重任 有时候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如此危险的情况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跟在一修大师的身边呢 师兄 你有所不知 当初我师父游历四方的时候 恰逢我老家爆发瘟疫 一村子的人几乎死绝 只剩下我和我父母还在苟延残喘 只是 当时 我父母已经染上了瘟疫 即将命不久已 恰逢我师父游历到附近 便将我交给我师父代为照看 本来我师父收留下我之后 准备照顾我一段时间 便将我送到一间尼古庵赞住 可没成想 我的身上也沾染了瘟疫 没奈何 我师父只能将我带在身边 为我寻要治病 一经多年 这才将我收为弟子 师妹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这样勾起你的伤心事了 没事的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也已经痊愈了 师父对我也很好 所以我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四处游历 一边学习法术 一边增长见闻 师兄 这些年我虽然修为增长得不快 可拳脚也是很厉害的 要不要跟师妹我练练手 师妹 还是等到了我林师伯那里 我们再切磋吧 现在还是全力赶路得好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